來關注的是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前外交部長秦剛 今年初他才剛被習近平提拔 當外交部長 結果在六月底的時候 大家就說他怎麼被消失了 現在美國的媒體報導說 秦剛他可能在七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遇害了嗎 我們要請教吳老師 我當時也是這麼猜測 現在印證 現在這個是網路上 political這個媒體 也還算有一個可信度跟知名度 他不是隨便的一個小字號的媒體 他的報導是說 秦剛在今年七月的時候 可能已經遇害 那麼不外乎是酷刑或者自殺 那不管怎麼樣 意思就是說 他進一步把那個理由講出來 重點在這裡 他的理由是說 俄國把情報 拿到了情報 那個告訴習近平 現在知道他派的那個人 普丁派的人 是副外交部長魯登科 那六月二十五號那一天 就是秦剛在媒體上曝光的最後一天 就是跟魯登科見面會談 結果沒有想到魯登科 就是在背後捅他一刀的人 所以這個對政治上的那個 權力鬥爭這個戲劇 增添了那個戲劇成分 傳出是因為秦剛洩漏一些軍事機 那現在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說 秦剛的消失跟火箭軍高層被整肅 是同一個時間 所以現在發現是理由是這個 就是說秦剛跟火箭軍的高層 大批將領的消失 涉及的是中共的核武器計劃 這個洩密 然後對習近平來講 這個其實是背叛 你等於出賣國家重要機密 可是他不是習近平的人嗎 對他號稱是親信 但是這樣子 媒體把他描述為史達林市的大清洗 那我們先解釋一下 所謂史達林市的大清洗 是指整肅的對象 從政敵轉變為自己人 親信 從政敵轉為親信 那一般人的話就會把這個描述為 獨裁者鞏固權力的一種做法 一個特徵 那這樣講的結果 等於在呼應拜登對習近平的描述 那個舊金山高峰會之後 不是記者問拜登說 你還認為他是獨裁者嗎 他說是 獨裁者才有的這種鞏固權力的行為模式 就套在習近平身上 但是這個其實不對 這是西方媒體的一個誤用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 因為他是親信 他是所謂要整頓親信是這樣 他用這一批親信把政敵鬥倒 然後之後用下一批親信 把上一批親信換掉 所以他是在親信這邊做新陳代謝 因為舊的那批親信有立下功勞 可能會偉大不掉 然後用新的親信把舊的親信取代掉 所以他是要清洗這個親信 就是有點像中國歷史上的 這個拿下江山以後殺工程 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朱元璋 那為什麼 後來朱元璋有講 因為他要幫接班人 他的孩子被清除朝廷的重臣 將來孩子們看到這些勃勃熟熟 可能管不住 所以老皇帝為小皇帝清除 接班的入障障礙 所以他要把這些有工的工程殺掉 那類似這種概念 所以習近平也是類似像這樣 但是其實不是 因為他不是因為他是親信 所以被清洗 是因為他背叛 背叛 對 就是說涉及到重要軍國機密的這個洩漏 所以這個不是因為你是親信 我要把你換掉 不是這個 所以這個比喻 不是很精確 就是有點像獨裁者在清洗 鞏固權力 但是並不是說因為你是親信 我把你換掉 因為他才上任半年左右 外交部長上任不久 年初的時候才剛提到他當外交 如果他做了幾年 做一陣子以後 我用新的把舊的換掉 說得通 所以我覺得外媒是因為了解史達林太多 然後就套過來 套用在習近平 那其實是這樣 所以當時還有一個傳聞就是說 傅小田高調曬恩愛 把他的孩子的父親 講成是那個秦剛 那他回國以後也消失了 那其實現在解釋 那個婚外情這個醜聞 是用來遮蓋真正的理由 就是讓大家以為是這個原因 所以要把它整肅 以為是婚外情 但其實是洩漏軍事機密 真正的理由 聽說這個是 秦剛跟當局的交換條件 就是他可以去這個算是自殺 但是條件就是 你不要把真正的理由講出來 因為背叛 或者出賣國家利益的話 這個理由很糟糕 他的形象會毀掉 所以他說可以 他可以這個接受制裁 但是希望用別的理由 寧可悲醜聞 對 用這個醜聞 洩漏國家機密 是這樣 那問題是 他怎麼會牽涉到火箭軍 因為核武器的發射 需要用到導彈 就是你有核子彈頭 還要能夠發射工具 發射工具的話 就是火箭軍 那火箭軍知道 一旦開戰的話 不管是在南海 在台海 在東海 一旦開戰的話 美軍絕對先幹掉 那個火箭軍的基地 他們會變成炮飛 第一輪的被攻擊的對象 所以他們要自保 就暗通款取 就是把一些機密洩漏出來 結果習近平就發現軍方控制不住 必須整頓 這個時候火箭軍的高層 整個換掉 跟秦剛的消失 同一個時間 所以就是有人說 這個其實秦剛的問題 出來這裡 不是分外景的這個醜聞 誰沒有分外景 對 中共高層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這個 這樣的話等於背叛 那這樣產生什麼效果呢 首先我們看出來 習近平對火箭軍整頓 還有總裝備部 那個李尚虎 就是國防部長後來 對 因為總裝備部也涉及潛艇部隊 這些整肅 那這樣的結果三年內 至少你還沒有準備好 可以對外發動軍事行動 因為你這樣整肅軍方的話 你要是真的逼軍方去開戰的話 軍方說不定跟你拼了 槍口向後轉 他必須確定軍方聽他的話了 他才能夠做事情 所以估計三年內大概沒辦法動 然後他去跟拜登講 我沒有什麼二零二七年要打臺灣的計畫 我二零三五年也沒有 其實是實質上是這個 就是他既然他既然整頓軍方 不是我們說至少 既然整頓軍方以後 他沒有把握以前 不會讓軍方去發動戰爭 那這樣的結果 我們知道經濟跟政治 有一些關聯 現在是中國經濟 現在如果他忙於內部問題 既要控制軍隊 也要解決經濟的困難 這樣的話 那麼還要應付可能的政變對不對 所以他忙於應付內部問題 這個的話就會變成習近平 那個是不是能夠把經濟拉起來 有問題 有問號 那中國經濟如果繼續 比如說走摔 看跌的話 那麼會影響到全球景氣 那影響 也會影響到這個 市場的避險情緒 是不是拉高或者降低 會影響到市場的運作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中共官員越來越沒有安全感 不曉得誰會 譬如說國防部長 外交部長都會這樣 之前也穿說他其他的親信 也一個一個重金落馬 那現在還會有其他親信被整頓 他們會有這樣的擔憂嗎 表面上是親信 但是因為有有真正的其他理由 寧可無所作為 也不要太有作為 對 就是會集體躺平 這樣子的話政策上會更保守 上面喜歡什麼我就說什麼 所以整個政策的制定可能會失靈 然後對經濟問題的解決 對經濟更不利 對 沒辦法 官員如果出點子的話 到時候有成果是習近平的 有問題就是你要背鍋 誰敢幹活 譬如說我提出什麼主張來刺激消費 刺激什麼黃地產什麼的 要是沒效果的話 就是你為你試問 有效果的話是習近平的領導 所以現在官員的話 沒有安全感之下 大家會保守應對 所以很難期待說 會推出有效的 就經濟的對策出來 好 剛剛吳老師 但我們看到 中國自己政治內部的一個問題 可能接下來對經濟 反而是更加的不利